中共駐美大使謝鋒7月19日出席 阿斯鵬安全論壇時表示 中國並不迴避競爭 但美國定義的競爭方式並不公平 如果美國對芯片產業實施更多限制 中國肯定會作出回應 謝鋒說 因為美方制裁1300多家中企 導致無數人失業 北京當局不會坐視不管 評論指出 中國失業問題是中共防疫政策 以及所謂經濟復蘇方案所導致的結果 現在把失業問題推給美國 完全是盜果為因 關於中美關係 謝鋒聲稱 近期中美開展了一系列高層交往 進行建設性溝通 他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 爭取中美關係穩下來 停止制裁中國實體和個人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表示 中共如果不改變對美的戰狼政策 中美之間就沒有所謂的戰略互信 美國也不可能對中共敞開大門 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認為 中共外交沒有自我糾錯 也沒有試圖緩解與西方的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 中美關係恐持續惡化 而絕大部分責任來自中共錯誤的外交政策 對於我的事 根本來自我糾錯了